去筋去皮鸡腿肉180度烤5分钟 金魂外皮肉汁四溢接着再请出正殿之宝 就是这个用鸡骨熬成的秘质照烧酱 除了将整块肉浸泡 还得反复刷烤3次 养了6年多了 然后每次都会增添那个旧的卤汁 跟新的卤汁混合 这样它的那个味道会越来越浓郁 咸香下饭的照烧鸡腿再配上温泉蛋 这碗特制专饭一个月 更是能卖出300碗以上 它的味道还蛮像日本当地的口味 所以还蛮道地的 香菇洋葱下锅爆香 猪肉片高丽菜白菜更是大把大把的放 老板也分享炒乌龙的小秘诀 稍微多一点的水 产生那种有点勾芡的感觉 这样乌龙面才会 将那个所有的酱汁扒在那个面上面 41岁的王老板年轻时是个背包客 周有十多个国家 会决定在伦敦的日本料亭 从西晚宫开始当学徒学料理 不只是因为自己爱吃 因为那时候我住在国外的时候 就常常会有那种house party什么的 那大家都会互相做菜什么 做给女朋友什么的 看他们吃很开心 你就非常的有成就 猪后腿绞肉下锅10秒内就得翻面 才能锁住肉汁 炒过一个半个小时的洋葱泥做搭配 所以说会增加它的甜度 然后里面还加了一个 我们的咪咪武器 然后会让我们的那个汉堡更松软 饭量蛮大的 然后味道就是蛮浓郁的 配上手工切的高丽菜细丝 一到日式家常料理就上桌 北报客凭着想要好友 吃到美味料理的心 半路出家学做菜 用台湾在地食材做出道地日文味 东森台新闻杨新闻 杨新宏台北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